欢迎收看新闻快讯,我是SharePro 英国哲民党和保守党高层在9号就组织联合政府开支的会谈 被形容为积极和有成果 谈判参与者之一的保守党资深成员影子外相侯卫林在会后透露 双方同意维护经济稳定是任何组织的协议关键 两党谈判小组将向党领回报并打算在24小时之内再次会面 自民党党领纪理力与保守党党领金文乐没有参与会谈 但他们在9号下午通了电话 另外手上白高灯就在下午和纪理力会面 保守党方面就说星期一之前 两党恐怕难以达成任何协议 在星期六,纪理力与金文乐已经是私下会晤 不过现任首相白高灯就似乎不肯认输 白高灯就看来似乎不肯认输 记者问完他还另名面 党领白高灯早前就表示 如果保守党和自民党未能达成协议 工党会考虑和自民党联合组继续执政 唐宁佳新主人究竟是谁似乎不是白高灯 有工党的党员就请他认输 不要再乱赞权威 稳定的报路处下一次的选举好过 接着看看体育消息 车路士的一众球员很开心 可以在主场球迷面前不威到尽 今次的赛果就是车路士在撒科战 建议8比0大胜韦根以一分之未压倒曼联重夺失落三季的錦标 杜鲁巴以29球成为本季的神射手 车路士全季共射入103球可以说是47年来首支顶级的联赛球会入球过百 车路士在上半场由安利卡扎各射入 韦根再由卡特韦被赶出场兼判佛12码 林柏特为车路士射成2比0,领先半场 无缓变之后,沙洛文卡奴和安利卡扩大比数到4球后 杜鲁巴上演帽子气发,加上艾薯里高尔的入球 车路士结果大胜8比0以86分完成球归 虽然曼联亦是大胜史督城4球但因即分落后车路士1分,避免失败 无法打破英超创立以来未有球会,实现4年冠宿命 今季的英超联赛赛果已曾爱乐定 头4名车路士曼联亚、阿仙奴和托定衔一次晋身欧冠杯 而榜尾的博士茅尔夫、侯成和搬尼就要降落英冠 这节新闻快信报道完,多谢你收看再会